这个我是不接受的 说句被喷的话 老婆是别人的好 孩子是自己的好 这估计是很多人的想法 不能说这样的话 这个料子呢 想了很久 这个料子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水路房里面夹带有色 想了好久 不知道做什么 跟土地们研究了好久 跟厂长 各个师傅都研究了好久 决定做一个 就是大家在闲聊的时候 就说了这么一句 老婆是别人的好 小孩子是自己的好 就希望自己的小孩有出息 但出息他不是嘴巴说出来的 做出来 那么现在小孩小孩不知道 但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这么做 做个能文能武 所以在这里白的位置 就做一个小孩在读书 这边一个小孩在耍武 只要能读得出身体也好 这样才能金榜提名 好现在设计好了这里呢有个房子是意义着什么呢 寒窗苦涂 到时候这里的瓦片 就把它改成茅草 金榜呢 把它给收下来一点点 就像这里一样 跟到这里来 然后这边的动态就差不多了 这是能文能武 你们不要给我来个唐伯虎典 就像那个画文画虎啊 这个我是不接受的 注意动态 注意它的连锁动态 能文能武 文武兼备 金榜提名 如果你金榜提名呢就一定要步步高 都是结合料子本身的特色 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啊 前面的金榜 它的袋子是宽的 后面缩小了 就把它做成竹子 就跟前面的题材完全的配合 到这个抛光起来之后 因为之前前面做了一个鸟头 钓钓钓钓钓钓成小鸟的那个 料子证明了 它这个抛光特别的起货 到时候整个就是桃花村的那种感觉 能文能武已经是抛光好了 大家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动态 我们这个动态设计的相当的合理 来源是哪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以前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经常看那种凉黄车 有人说的 小人书 翻翻翻 这种动态 我们经常在那里看得到 大家看看 其实这个叼的要比这个好 因为这个粗比较空无有力那种感觉 姿势帅得很帅 还有这个水路 这里要去改一下 这里还有一点点那个把药把它压掉 一定要压 至于后面嘛 还是很简单的 因为前面的是大隔路 后面变成小隔路 所以小隔路就敲成竹子 整个感觉就出来了 前后搭配的很合理 来呀 能文能武啊 记住啊 要能 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